我们刚刚有学过就是 Word把标题字全部传送回来到PowerPoint 这样变成什么 一份简报 这很快 可是PowerPoint的这边 PowerPoint的这份文件 能不能快速的传给Word 变成讲义 这有一个专有名词 讲义 所以当我们今天想要制作讲义的时候 不用再去透过刚刚的快速键了 但事实上也有 也有传送到Word的这项功能 好 那接下来点选档案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储存并传送 有看到 因为这个概念是传送 千万不要用复制贴上 你可不可以用复制把简报里面的标题 次标题复制起来 全选以后复制 然后贴到Word的 可以啊 不要这样做 我们要做的做法是传送 所以点选档案底下的传送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功能 其中有一个叫做建立讲义 建立讲义它就是要教我们 它就是要教我们 就是把那个简报里面的字传到Word 讲义就在做这件事 好 点选建立讲义 请勾选只有大纲 只有大纲 大纲的意思哦 如果 刚刚我点选这个大纲 你大概就知道 里面不包含图片 也就是传送过去的 只能是 大纲文字 只能是大纲文字 然后点选只有大纲之后 点选确定 你看是不是很快的就可以把 PowerPoint那边的文字 整个传送过来 传送过来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全部都变成项目文字了 这边项目文字 因为标题里面 标题你其实在做简报的时候 它其实上面的主标 跟下面的内容文字 其实都有加标题项目符号 所以都变成项目文字了 那这可以方便快速让我们去完成 首先再做一次 点选档案 然后接下来储存并传送 第三个动作点选建立讲义 第四个动作点选建立讲义 接下来请勾 只有大纲 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的 点下确定之后 就可以快速的把简报文字 变成这个word的一个项目 按照顺序 按照投影片的先后顺序 排列整齐提供给我们 快速来去做 那为什么要学会这件事呢 真的因为我们通常 我们所谓科学家受训练 先是纸上可以work 纸上可以工作 他就直接我跟我们学长或是学弟 在讨论在做研究这件事 我们全部都先把简报的大纲 先列好 我们都是这样来去做的 因为简报里面可以做很多的新制图 然后从砂盘推演 简报大概先成型 再接下来直接传送到word 再接下来继续打这个 细部的文字 提供给我们参考 好 其实我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这六个步骤 快速完成 讲义 讲义 讲义